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知一个不小心 整碗面就绿在脚的大腿 不见天的肉绿绿 真是痛得不得了 于是我就快跑去冲冻水 冲冻水那怎么办呢 因为你也有些东西去查一下 舒缓一下那些热力 突然在厕所被我找到一瓶用炉灰做的防晒膏 就是在沙滩里有时曬到太阳很厉害 会灼伤 你会预先塗一些防晒用具 他那里写着可以舒缓一些轻微的烫伤 我立刻就拿一瓶 它是绿色的芦荟膏 塗在大腿上 感觉凉了一点 这样就很舒服 接着那几天 我当然也有看医生 但是未去看医生之前 那一晚因为未有医生看医生 我都是不停地塗着那只烙灰的防晒膏 真的舒缓了 起码有一样好就没有起到水泡 那这个就已经很好了 因为很多时候你一起到水泡 就怕弄穿了它 感染到细菌便会发现 那我就可以开始留意一下 想起我的朋友说 奴会有时对一些烫伤、戒伤 其实都很有用 刚巧我那天跟我朋友聊天 原来他很喜欢自己有法地耕种一下 做一些耕种的工作 是个兴趣 有一次不小心 刚巧有个朋友 大家都在割草的时候 那一把刀就不小心 因为大家都蹲在那裏 就一下子就割了到页头 那他就立刻飙血 刚巧他就在中奴会 他立刻听 他又是一个本能的反应 就拿了奴会出来 一切切开了 就拿中间的白色的啫喱 一跌跌上去页头那裏 很快就止了血 接着他就一直敷着 然后他就连钠都没有 他这样跟我说 第一次就是我自己亲历其境 第二次就是我的朋友 刀伤 都可以的 我开始对奴会 产生了一种兴趣 想看看究竟奴会是什么 除了一个 其实他是很容易栽种的 我朋友也给了一盘 他很粗生的 你不用天天淋水的 只要你摆到有阳光的地方 敢不敢给他一些水 有一次我去旅行 他去了十天 我都没有理会 他就这样放在花槽那裏 刚巧就下雨 原来他很粗生的 我都剪了一些出来 给大家看看 我发觉 原来奴会 你剪了他的头 他自己都会闭口 很快吹 他大约是 因为这些都是在那棵奴会那裏剪出来 他很快的 在那棵奴会那裏 你早上剪他 下午到他已经是全关了 已经是自己预合了 很神奇 但是他的样子真是不漂亮 很丑怪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未必可以 可能会中意中 只是不过说 如果楼茴真的这么好的时候 那是不是我们都中些 放在家里 例如烫箱 真的轻轻戒箱 或者我们煮饭的时候 切箱的手的时候 真的用来敷一下会好呢 我另外有一个朋友 他还说 不知道是说真还是说笑 他就说 他就是这些 他就教我了 就是撕开 里面 就拿中间那些白色的啫喱 就出来 晚上洗面 擦面 他说对皮肤是很好的 他用了很久 他用了一年多两年 我看看他的皮肤 又好像真的挺幼滑 但是你说上面的雀斑 我就看到医员在那里 很可能 如果清洁皮肤 或者是保湿方面 我猜 都会有一些效用 大家可以试一下 不过试之前 最好试一下你的皮肤 会不会敏感 例如 好像我们去买化妆品 撕开这个叶 拿去里面那些白色的啫喱 就像现在这样 撕了它 拿去白色的啫喱 轻轻塗一塗在这个手背那里 如果过了一段时间 没有起到红色一点点 或者你觉得很痕痒 没有什么事的时候 你都可以轻轻试在这些 比较上没有敏感的位置 然后才好查一下 因为每个人的皮肤反应都不同 不过他这样说 大家又可以考虑一下 试一下 由于好奇 所以我就上网了 查一下 不过真的很容易查到 我都已经 随便我上了网很赶的时间 下面已经是 你上到Google的网页 就这样打烏汇那两个字 其实它已经弹了很多资料 原来烏汇又有食 又可以煮食 又可以护肤 真的有护肤 又可以做甜品 又有它的功能 又有烏汇究竟是什么 很多项的介绍 我只编了几张 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很可能这里 大家未必每个字都看得清楚 如果你想去网站搜查 就有很多资料出来 大家都可以认识多样 奴汇究竟是什么 原来根据1966年联合国的梁农组织 他就说 原来奴汇是21世纪的最佳健康 是康食品 原来奴汇有很多很多种 你看有四五行的维生素 和一些的营养 和叶绿素 很多很多矿物质 那些巴罗万有 这些多到一下子 我都不想逐个逐个说 大家可以在网站那里看一看 又有B1又有B2又有B12 很多这些维生素 它的功能 原来它的水分又很强 先说一下 它的水分又很强 所以可能对美容保湿方面 就非常之好 在它的功能方面 原来它对我们的心脏肝脏肾脏肾脏肠肺都很好 它就说它会刺激胃部 它的奴汇素会刺激胃部 又会增强胃的功能 它说它会医治慢性的胃炎 有些人胃痛也很辛苦 我都试过 它说胃溃羊 这些都是现在现时 很多人都试病 胃溃羊、胃炎这些都很多时候 其实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 有很多位四五位 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试过胃炎 真的很辛苦 它说当然 怎样用呢 可能大家要请教一下医生 或者一些专业的人士 就不是自己随便摘下来就能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就是说 奴汇其实有很多种的 有几十种那么多 台湾这个就是高雄市区 在它的资料里拿出来的 就是说当地都有二十种的奴汇 那奴汇能够用的 其实种类不多 是很少的 不是每一只奴汇都可以 有些只是用来种出来 是当一个盆栽 如果你说真的用来药用 吃或者做化妆品 其实都是几种 在这里 它只是介绍了三种 大家在这里要小心点留意 另外就是说 另外奴汇里面 它那些糖体成分 是可以减轻肝细胞的发现 还有解毒的功能 所以是可以帮助肝脏炎 恢复它的功能 就是去到那些毒素 就恢复它的功能 另外奴汇 也是一个建胃剂 以及是一个整肠剂 就是说方便便秘 就是去便秘 如果你真的便秘的话 其实奴汇 它又是一个 有少少轻射 可以帮助你去排便 但是反过来 它又很好 它的功能 它说它也有一个 杀菌的功能 就是反过来 如果你因为你的肠胃里面 又感染了细菌 它又可以帮你去解释 真的很神奇 它又可以医治这个 慢性的抢炎 就是你脏得紧要的时候 或者你的肠胃里面 有细菌的时候 其实它又可以帮你杀菌 令到你有止磕 那它的功能 如果可以阻止到 那真的非常之好 除此之外 它说奴汇 又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增强心脏的机能 令到血管由远 于是可以降低 血管里面的胆固醇 防止高血压 心脏病 头痛 低血压 贫血糖尿病 都有效的 那这个 真的几乎 我们现在现有的 都市病 还有很多人都担心的 糖尿病 血压高 这些它都能够有帮助 有药用的功能 而且它还有一件事 它原来有利尿的 所以是可以医治肾炎 膀胱炎 或者对尿道发炎 都很有效的 这些 大家认识到奴汇 其实如果真的可以 好像他这样说 又适当利用的时候 其实很多病痛都可以 当然我估计 如果说你真的 已经去到很严重的阶段 当然未必靠奴汇可以 但我想是初起 或者是预防一些性质 当它是一个预防的食疗 那都可以尝试一下 不失 如果真的好像他说的 功能是那么好的话 其实原来 但是大家有一件事 我看到的资料 都有说 因为奴汇素 其实是 都有一点充血的影响在那里 如果是的 譬如说女性是周期 或者是孕妇 或者刚刚是生完BB 坐穴的女士 其实就不可以用奴汇 根据资料 他就是这样说 所以 其实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大家 如果真的很想去试奴汇的时候 其实就真的去找一些 专业人士 或者问一下 拿一个意见 以及好像刚才我那样说 就是不怕沉气 再说多一次 不是所有的奴汇 都是可以食用 或者用药用 或者护肤的 大家要小心去选择 以及小心去找一些 適合自己的奴汇 另外 原来奴汇 刚才我说了 除了有药用 皮肤护肤 这样的用途之外 其实他又可以食谱 我上网看 食谱非常之多 真的做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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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还有一个在网上我找到一些亲子奴汇做甜品的网站 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做 让小朋友也好 认识多种植物 和植物对我们人有什么帮助 其实比小朋友更多的常识都没有坏 很简单 我又在网站那里 我又下载了一些叫做奴汇蜜汁 原来非常之简单 奴汇其实原来 例如这棵是不能吃的 如果真的能吃的那种 原来它很大棵 有些很粗的 叶子又能吃的 里面那些白色的肉 那些啫喱 其实好像啫喱状白色透明的那些 那些肉也可以吃的 那些有些用来炒菜 就是看过食谱 很简单 奴汇叶一片 蜜茶四杯 原来就是将那些奴汇叶洗净了之后 去皮之后 就切一个小块 煮熟了它之后 煮熟了它之后 就留它用来备用 就是晴干水 晴干水 然后将那些蜜茶 煮熟的那些 就放入果汁机里 打烂了它 你落冰 或者是 落冰块 或者你冰冻它 原来就已经是 煮熟蜜汁了 这个就非常之简单 其实我这个是在里面 找些最简单来说的 但是如果里面 你说的食谱里面 那个网页的介绍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多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 如果对烴汇 又有兴趣想知道多些 或者真的 找些烴汇来煮一下菜 但哪里有得卖呢 我就未找到 如果大家上网找到的话 如果真的 就可以传个资料给我 很简单的 就是anykey at civicparty.hk 就找到我了 今天先说到这里 拜拜